- 大家好,很高興我們又在大師開講這個系列裡面見面了 那我今天要跟大家講的是PowerStoe 3.0的最初爆 我們先講重點 PowerStoe從1.0的特色越用越快 越用越多越用越新到今天3.0變成三個特色 快很準 怎麼快?性能更快 微運更快跟技術的提升更快 怎麼很?很省電很省空間很妨害 怎麼準?精準的擴充跟精準的成本的預估 這是它的快很準3.0最大的一個特色 那我們再往下面一層來揭開看 PowerStoe 3.0是我們從2020一直到2022年 這三年當中這一次的更新是最多最多的更新 包括到功能的增加或者是功能的enhancement 那零零種種加起來它有超過120個的一個特色的新增 那我們來看一下它的Hardware 它分兩個部分Hardware跟Software的部分 它的Hardware的提升在我們第一代的 大家熟知的13579這個系列到我們第二代的Hardware會變成1200 3200 5200跟9200 這裡也跟大家回過頭來說一個秘密 其實500這個好像是比較早前的硬體它其實是我們最早上市的第二代 所以在我們Gen2的這一個系列裡面 500它沒有任何的改變 因為它在2022年的年初上市的時候 它已經就已經是第二代的Hardware了 這是在控制器上面的一個升級 也就是因為在這個Hardware上面的升級 你可以看到它的核心數變多了 所以它的performance就大幅的增加了 這是第一個硬體的部分 因為一些軟體的一個升級的話 造成它的硬體也同時的升級的部分有兩個 第一個是在我們都知道說 PulseDo它是能夠Scale Up也可以Scale Out的這個Storage 那它之前在Scale Up就是垂直擴充的時候 它的擴充槽只能支援SARS介面的SSD 但是我們現在把它全部都升級為NVMe的SSD了 在這裡面還有一個令人更興奮的一個消息是 之前我們在PulseDo500剛上市的時候 它只能支援最多25顆NVMeSSD 但是在這次因為透過軟體的升級 我們也把這一個圍牆把它拆掉了 所以PulseDo500它也能夠在擴充槽上面 去繼續增加它的NVMe 也就是說它整個的這個Capacity 達到大幅的提升 那在NVMe的網路這個部分 就是End to End 我們都要說要去支援到NVMe Over 不管你是Fiber 或者是你IP的這個環境 全部都能夠Enjoy NVMe這樣最新帶來的這個好處 而且它能夠在不增加任何的硬體的 投資設備的狀況之下 就能夠達到這些提升 那我們這次其實也把它打包成一個解決方案 首先你可以看到說 因為BnWay它的ESXI在7.0 Update 3的時候 已經原生就支援最新的NVMe TCP 再加上我們這一次累積下來的PulseDo 對於NVMe End to End的支援 這兩個左手右手加起來之後 再佐以我們現在跟大家公布最新的 Smart Fabric Storage Software 這樣子的一個服務 它就能夠很簡單的讓我們既有的環境 要從SARS這個Protocol把它改成NVMe 這個最先進的Protocol 能夠非常快速方便 我們先來看一下它為什麼要做這個改變好了 首先大家看一下這個前提是在相同的硬體環境之下 我只是把原本你走ISXI的Protocol把它改成NVMe 你就能夠立即立刻看到它的效果 左邊是IO它的數字越大越好 右邊的話是我們的延時 它的越低代表越好 那紫色的這個部分是NVMe over TCP它的效果 棕色的是我們原本的ISXI 你可以看到它的IO最大高達6倍的差距 那延時在Latency的話也有4倍的優秀的表現 這個是一個為什麼我們要把ISXI改成NVMe的優點在這裡 那我們的Smart Fabric Storage Software 它在做什麼樣的事情 我們知道說當我要去改變一個網路的 雖然架構沒有變 但是我的設定非常非常多 然後也有可能會遺漏掉 所以我們把它導入了這個Storage Software之後 你可以看到不管你在這裡面增加了計算的節點也好 增加了你的網路的設備也好 或者是你增加了Storage 在這些同時它就完全能夠自動的去發現到 所以你有99%的這些配置 它都自動化都做完了 所以你可以做到一個上電插線 直接它就能夠發現你的所有配置 那最後一個令人家覺得很興奮的 就是我一定要迫不及待告訴大家 就是PowerStone它也支援了原生的Metro Cluster了 那它能夠做到的就是所謂的雙活 也就是說如果我們有在站點A站點B之間 我必須要能夠做到一個雙活的話 它可以再不需要再增加任何的硬體 也就是不需要增加我們之前要透過Metro Note 這樣的Hardway 用軟體的方式 就能夠做到雙活的一個概念 不管在我們虛擬化的環境上面 不管你是彈性或靈活都能夠得到支持 那如果對於熟悉這個以前DaleStorage的坑物 你就會知道說這個就是我們以前 在Component上面的LiveValent的功能 那現在也來到了PowerStone 而且它也維持了之前在LiveValent 這樣的一個好處就是說 不管你的站點A或站點B 是新舊的這一個Storage Hardway不同或者是這個Model不同 它都能夠支援兩邊的同步 這是一個很大的一個特色 怎麼得到這樣子最新的3.0的版本 很簡單當然新買就可以得到 或者是你是現有的User 你可以透過軟體的升級就能夠Enjoy 那麼我們同時也很推薦 新購的這個PowerStore的User 你可以直接把這個Anytime Upgrade 這樣子的一個加持的一個服務的方式 直接就在新購的時候就放進去 那麼未來我們在下一代的Hardway 或者是有更多的軟體的更新的時候 你都可以直接免費的升級 好 以上就是我們PowerStore 3.0的最初報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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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們快點